大家好 今天我是深存感恩 去做這個分享 看到我手上是甚麼呢 這是六角靈芝的靈芝產品 我為何這樣去講 今天是深存感恩 以下我會分享我自己的一些 服用靈芝膠囊的一些自身的變化 我首先介紹今天來參加你分享的吳院長 以及這個靈芝大王Raymond 開始講我的感受 在今年的3月 我第一次認識了Raymond 他就熱心地介紹我 梅先生 其實我的靈芝膠囊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你想不想嘗試一下去食用呢 那我沒有問題 反正我自己都覺得身體都是千瘡百孔 沒有甚麼問題再壞下去了 總之給我我就嘗試一下 在3月我就開始服用靈芝膠囊 而5月份其實在我們公司有我們的醫護 每14天這個新冠肺炎 我都會做一次自我檢測 就是做一個抽血的測試 在5月份那時候 我反正都做這個檢測 要取血氧了 我滴多幾滴去驗血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大概3個小時後 收到醫生給我的電話 梅先生 你需要減藥 我是一個曾經做過兩次通波仔手術的中年人 而這兩次通波仔手術 在我心臟已經放了7個支架 而整體來說 我已經不可以不服藥了 是一個長期服藥的長期病患者 而醫生打電話來 我當然會很害怕 他說我要停藥 停什麼藥 他說你應該停膽固醇藥 那我想一下 其實我沒有吃過膽固醇藥 那為什麼要停藥呢 醫生說為什麼你的膽固醇 現在的指數變得這麼漂亮 那我就奇怪 我一想 其實呢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面 我就吃了這個靈芝膠囊 我自己都不相信 OK 我們自己公司就有自己的醫護 那我就再找了10個膽固醇高的客人 去嘗試給他們去吃這個靈芝膠囊 得出來一個月之後的結果 八成的參加這個測試的人士 膽固醇都得到一個很好的改善 而這個改善就有點奇怪的 高密度膽固醇是會增加了 而低密度膽固醇是會減少了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神奇呢 這件事 真實的在我身體裡面所發生的 而我的感受是很珍切的 再回想回 我初初吃這個靈芝的時候 原來我每一天 過去幾十年 每一天只是睡四個小時 而四個小時是因為什麼 因為自己工作忙 也可能是貪玩 對於自己來說 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我睡眠質量很好的 睡四個小時都以為是夠了 我吃了這個靈芝之後 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呢 頭七天 連續每一天都有七八次的輻射 我驚起來就會問靈芝大王 為什麼會這樣呢 靈芝大王就說 其實這個是對的 他是跟你排毒 是清理你身體上的毒素 七八天之後 我就正常了 而一直換來 到現在 都是每一天很暢順的 一個排毒 這個又令我很開心 剛才我說到 我每天睡四個小時 現在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當我晚一刻做事 或者去玩的時候 因為吃了這個靈芝膠狼 原來他會叫我睡覺 我是頂不住的 我是真的要去入睡 我又請教靈芝大王 這件事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是靈芝的凌晨作用 因為他覺得你身體已經在虛耗 所以你現在需要休息 所以你就想睡覺 這些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 而現在對於這個產品 我講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權威 我沒有相關的知識 我只可以分享我的感受 所以我特意請來了 專業的吳院長和靈芝大王 一起上來跟我們做下面的解釋 我們先請吳院長解釋一下靈芝對人的作用 或者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神奇功能 好嗎 多謝 剛才梅先生分享了靈芝之後 健康改善了 特別講了膽固醇的報告 叫做高密度膽固醇就是多了 然後低密度膽固醇就是少了 為什麼靈芝會做到這樣的結果呢 那個牽涉到的主題就是 靈芝降膽固醇的機制或者原理在哪裡呢 首先我要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膽固醇是什麼呢 好嗎 好了 過去幾十年 醫學界很喜歡把膽固醇和心血管疾病掛勾 是很高的 只要你身體的膽固醇 檢查出來高一點 就認為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很高了 因此就很自然就叫你去吃 降膽固醇藥 是吧 這個就是過去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今天呢 我就需要補充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給各位知道 我們要首先認識膽固醇究竟是什麼來的 原來膽固醇呢 是我們身體的細胞 特別是肝臟的細胞 它是生產出來的 它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是傷害自己呢 首先我們在大自然裡面知道 生物體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 一定有它的作用的 是吧 它不會生產有毒的物質出來 毒死自己的 是吧 所以膽固醇本身呢 是我們細胞自己製造的 而且 在我們整體的身體裡面 發現的膽固醇呢 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我們自己的細胞做的 我們那些時候呢 就以為我們吃得很多膽固醇的食物 吃了下去 令到我們膽固醇超飆啊 很高啊 所以怕了吃這類的東西 包括沒有吃那麼多雞蛋啊 很高的膽固醇啊 這樣 那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那事實不是啊 原來我們做了九成以上的 都是自己做出來的 然後呢 在外面吃進來的呢 頂多得說五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十 是很少的 是吧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影響你身體的膽固醇的高低呢 是你身體的問題多些 還是你吃了影響你身體呢 這個道理就很顯然 是你身體裡面可能出了問題 是吧 而不是你吃了多少然後干擾了它 OK 那膽固醇本身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 原來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醫學界 如果真是了解膽固醇呢 它就會告訴你 一個人如果沒有了膽固醇 他一秒鐘都生存不了 就是說 膽固醇的重要性 是決定生死的 那所以呢 在越來越多的醫學裡面 證明一下 膽固醇高是危險啊 或者膽固醇太低的危險呢 那這裡呢 我也要做一個補充的 所以醫學界裡面呢 現在發覺呢 如果一個人 他的膽固醇是偏低 長期偏低或者極端低的 他的危險性 是遠遠高過膽固醇高的人 OK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膽固醇不夠的時候 就對外人的生命 構成非常大的威脅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全身的細胞 每個細胞 它的細胞膜裡面 都有膽固醇的 所以如果一個生命 有一個細胞要建造出來的時候 它就必須有膽固醇 它沒有膽固醇呢 我們的細胞沒有辦法生存的 那它在哪一處呢 就是在細胞的細胞膜那裡 就有很多膽固醇的 如果大家深入了解了 原來這個細胞 它怎麼生存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原來這個細胞膜 就比細胞裡面的細胞固醇 很多DNA的東西 因為一個細胞它要生存 它就要將外面的環境 和細胞裡面的環境 是經常要很密切地溝通的 它要知道這個細胞外面發生什麼事 然後在它內部裡面 怎樣回應這個外間的世界的變化 而這個細胞膜 就扮演了很多信息 即是溝通感應外在的環境的變化 而這個細胞膜的功能 就扮演其中一個 這樣的公眾一個角色 如果細胞膜是沒有足夠的膽固醇 細胞是沒有辦法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這個外在環境變成怎樣 它是沒有辦法去產生任何活動的 它是沒有辦法去產生任何活動的 還有細胞膜是決定了 這些物質給營養進入 還有這些廢物排出去的效果 變成了那個叫做 物質的交流 又由這個細胞膜去決定 如果膽固醇是不夠的話 也都影響了營養的進入 與毒素的輸出 是吧 那你說嚴不嚴重呢 所以如果我們膽固醇是不足夠的時候 那個危險往往就超過膽固醇更加高了 不過我們話又說回來 如果是這麼高的膽固醇有什麼危機呢 這個危機在哪裏 大家要知道 原來剛才講的膽固醇 原本就是好的 它有用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又變成不好呢 那就要講清楚 剛才我們梅先生他講了 食靈芝可以將好的膽固醇 叫做高密度的膽固醇增加的 然後你將那個叫低密度 一般人就說 叫壞的膽固醇 就減少的 那我又要做一個簡單的澄清 其實就沒有分好壞的 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都是好東西來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為什麼好呢 我聽了這麼多年 那些低密度膽固醇是壞的東西來的 是不是會傷害我們的 會導致我們有那些叫血管硬化 接著可能有心臟病 中風危機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說它好呢 那我就做個簡單解釋 那什麼叫低密度 什麼高密度呢 其實膽固醇是屬於這些叫脂肪類的東西 脂肪類 脂肪溶不到在血那裏 它是必須有一種物質 將它黏在一起的時候 它才可以溶到在水裏面 又運輸的 剛才我們說了 我這個肝臟製造了膽固醇 製造來做什麼 就是供應我全身細胞的需要 什麼時候這個細胞的細胞膜 或者這個細胞出了事 我要再做一個新細胞 或者要修補這個細胞膜 不可以的地方 我就要拿原料 將膽固醇輸送給這些細胞 這些細胞才能做到那個叫保護 對不對 輸送過程當中 就需要血液去流通它 好了 那我們的肝臟製造出來的膽固醇 就需要運輸了 那運輸呢 就是靠這些所謂叫高密度和低密度的 這類的叫Lipoprotein 叫做脂蛋白 所以呢 嚴肅來說呢 H叫做High Density 然後叫Lipoprotein 叫做HDL 這些叫高密度的脂蛋白 還不是膽固醇來的 其實HDL 叫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它是一個蛋白質來的 那它什麼都沒有的 是一個蛋白質 但是它好像一個貨車那樣 那它要載貨的時候呢 就將那些膽固醇 小小粒的這些膽固醇 它製造出來 那些膽固醇呢 就要裝在車那裡 這個叫高密度的膽固醇載貨的車 然後呢 就輸送去運輸了 而低密度的 那些又是一個叫做輸送這些膽固醇的貨車來的 不過它載貨的量和結構 大家不同的意思而已 所以肝臟生產出來的膽固醇 就會用低密度 叫LDL 叫Low Density Lipoprotein 這些貨車呢 然後呢 製造出來的膽固醇 放進去 然後呢 輸送出去 進入了血液那裡 然後再跑進去給細胞 好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LDL的功能 它是一種膽固醇 加上膽固醇之後呢 就叫做LDL 然後呢 有一個C 叫做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olesterol OK 那就是撞滿車呢 就叫做LDL 然後加一個C 這樣解釋 前面呢 LDL呢 是一個貨車 所以這個貨車 在我的肝臟那裡 就輸送去給細胞了 那你說好還是不好呢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人體的智慧 就需要這樣呢 在這個血液那裡 去運輸這些東西 然後這樣才可以融化 在那個血液裡面呢 這些膽固醇 才可以去到 這個所謂叫做細胞 要不然它黏在那些 血管壁那裡 所以運輸不了 是吧 好 那至於高膽固醇 這個high density 是什麼呢 high density的功能呢 就是將那些細胞 用剩了 在那些血液裡面 沒有用到的呢 就重新去收集了 然後呢 重新將這些 多餘了的膽固醇 再滿了之後呢 就運回去肝那裡 對不對 一個呢 就是運出去 給細胞 一個就是在細胞裡面 重新回收 送回我們的肝臟裡面 重新再做 所以兩個貨車 都是好的 對不對 不過問題在哪裡出現呢 這樣 原來我們的肝臟 運輸的過程裡面 這個叫low density的膽固醇 它運輸過程裡面 那個脂肪 就是所謂的膽固醇 量是很多的 比例是很多的 而呢 那個載貨車的膽白質呢 是很少的 所以呢 你說高密和低密度的 那個所謂叫做定義呢 其實就是說這個運輸的車 它的膽白質呢 如果是很少 這個叫做低密度 如果那個高密度很高的那個車呢 就是它的膽白質量是很多的 而它載貨載的那些所謂叫膽固醇的量是很少的 這個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它載的膽固醇的量是很大的 那個肝還生產很多 它要大量運輸出去 所以那些膽固醇是很高的 但是呢 那個車呢 那些膽白質呢 是很少的 所以這叫做低密度 那大家如果聽了我清晰的話呢 當我們的肝臟 輸送這些所謂的膽固醇 給細胞去使用的過程裡面 它的那些叫做膽固醇呢 就很容易外露的 對嗎 因為它很多嘛 載貨量很多 很餓的 那就會出現一個危機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一個人的致病 就是容易生病 衰老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原來我們身體裡面很可能 會出現很多的一些叫做自由機 那麼我們運輸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很多這個自由機呢 它就有機會呢 就攻擊這個貨車了 就令到這個膽固醇氧化了 就是說呢 載貨出去的時候呢 這個叫做低密度的膽固醇呢 被這些自由機氧化了 就變成有毒性 不好的東西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了 這些低密度的膽固醇呢 就是壞的膽固醇 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它很容易氧化 但是高密度的膽固醇呢 就很難氧化 因為它佔的比例很少 外露的機會少些 所以運輸回去那個肝臟的過程當中 被氧化的機會受少了 所謂的高密度膽固醇呢 是好的膽固醇 所謂好 就是它做到它應該做的功能 就是想剩下多餘的膽固醇 運輸回去 就完成了它的工作 那就好 但是那些低密度的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運輸過程當中被氧化了 被自由機攻擊了 原本好的變成有毒了 這些有毒的膽固醇 在血液流通的時候 就會引致到一些白血球 免疫細胞的攻擊 因此就會吞食了這些膽固醇 而我們所謂 成為一個泡沫細胞 就是吃很多的 因為膽固醇有毒 它就吃了它吞食了它 變成很大塊的東西 然後在我們的血管裡面 就有機會 就會有發炎的情況出現 然後這些吞食了之後 這些泡沫的細胞 這些白血球 它自己都死了 加上我們剛才所說的 低密度的膽固醇 吃了在裡面之後 成堆東西的 有時候又加上一些血小板 所以這麼大塊的東西 就有機會有時候就會 在發炎的時候 我們的血管就會穿了洞 舉例 它這些東西就會 塞在血管裡面 由我們的血管內皮的細胞 跟著第二層 就是裡面的肌肉 就是血管的肌肉 叫平滑肌 所以在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 就有機會塞滿了這些 所謂被氧化了 有毒性的膽固醇 那它塞滿了的時候 那個血管就拱起來了 是不是 就突出來了 所謂突出來的意思就是 血管如果很寬的 很廣的 很廣闊的 但是塞了 那個血管就窄了 就突出來了 那流通的機會就會少了 它越突越多 越突越多 如果有機會 我們身體裡面有些血塊 在這麼窄的位置又塞了 如果塞的位置 在大腦的血管那裡 這個就叫做中風 如果在我們那個 就是觀心那裡 就是觀心血管那裡 就是說那條血管 是供應給我們自己的心臟的 在那條血管那裡塞了的話 整個心臟是肌肉來的 心臟的細胞都是要血的 它塞了沒有血的 這樣就叫做生肌蓋塞 這個就叫做心臟病 所以 在整個的來龍去脈上面 我們會知道 膽固醇 它原本是好的 不過呢 這個危機 就是如果我們的生活行為 在現代人的生活行為 充滿壓力 還有很多的 就是個人的 不良的嗜好 飲食等等 就會令到我們全身 充滿了很多自由機 就是說好的東西 就很容易被這些自由機變成壞了 就是不好了 OK 大家都知道 十個有九個 在今時今日的生活習慣上面 懂得去飲食 去養生 還有沒有壓力 沒有那些不良嗜好的人 其實不多 就是說 告訴我們 就是 十個有九個 全部都有機會 被自由機破壞了 這些原本好的膽固醇 而最後有機會形成了心血管疾病 這個就是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好了 但是我們回到今時今日 就是問 為什麼吃了靈芝之後 那些膽固醇 好的會多了呢 高密度膽固醇 多了呢 低密度又少了呢 這個呢 就有關靈芝 究竟是什麼來的 它有什麼特別的成份 一會兒呢 我們就會請到 Raymond Trey 就會多一些分享 就是靈芝的裡面一些故事 和一些技術 我呢 就把剛才梅先生 那個報告 吃了兩三個月之後 那個膽固醇降了那個報告 為什麼會好了呢 我做一個解釋 基本上 我們研究靈芝 它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物質 但是主要一個比較 研究最多的成份 叫靈芝多醣體 靈芝多醣體 在 就是 從我們 2000多年前 中國就開始吃了 到現代的時候 就發現了 有這種這麼重要的 多醣體 在靈芝裡面 然後呢 就發覺 原來它有很多功能的 其中 一個功能 剛才已經說了 原來它可以降膽固醇的 這樣 好了 那麼膽固醇呢 經過我的分析 就跟大家分享三個 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你吃了靈芝之後 第一 它會防止它那個吸收 即是吸收 即是你食物裡面的膽固醇 吸收入身體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好的 就是抑制它吸收 是不是 還有呢 促進它排出去 身體裡面 好嗎 好了 但是這個呢 都不是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來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原來我們人體製造 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膽固醇 吃進去最多就只有八分之五 還是十 是不是 那麼它的影響不是很大的 最重要是什麼 是我們內在的身體 所生產的九十百分之九十 怎樣製造這些膽固醇的份量 的多寡和品質呢 產生了作用 它就可以協調 當我們的膽固醇過多的時候 飲食過多 因為氧化之後所引致的毒性的東西 靈智多糖體可以刺激我們的肝臟的細胞 就是叫做活化它 令到一些可能原本功能沒有那麼好的肝臟的細胞 突然間它強大了 或者它醒了 或者它可以產生原本的功能 當我們的肝臟的功能回復正常的時候 它就可以按住自己身體的狀況協調它 然後在生產膽固醇的量各方面 將一些好的膽固醇 即是說 所謂叫做高密度膽固醇 將它製造多一點 是吧 或者將低密度的膽固醇 又調節了之後 生產的量又少了 是吧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來的 還有肝臟還有一個功能 它是可以代謝一些多餘了的油脂 包括三酸金油脂 膽固醇都是油脂其一種來的 它代謝的意思是什麽呢 即是說它可以呢 如果太多了 我將它燃燒了它 燃燒了它 產生能量 那我的身體便少了這些低密度的膽固醇 燃燒了 用了 沒了 那就降了 那這個呢 就是靈知在我們身體產生的功能 所以第二個最主要的功能其實就是活化了肝臟的功能 導致到我們對於生產膽固醇的量和品質的過程裏面 是更加好 OK 這就是靈知能夠做到的第二個作用 那第三個作用是什麽呢 第三個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剛才講過的就是 我們身體呢 原來是不時都有這些叫自由基產生的 我們的細胞也會產生 在外面的我們的飲食生活壓力等等 亦都令到我們身體大量產生一些自由基出來 所以在內外夾攻的時候呢 我們身體就會被氧化了 那氧化的過程連那些膽固醇都氧化了 變了不好了 是不是 好了 那靈知原來發現呢 它有抗自由基 抗氧化的功能 所以因此它就可以保護到那些膽固醇 不讓那些膽固醇被氧化了 是不是 那就是把那些自由基都減少了 那它攻擊那些叫做膽固醇的機會又少了 是吧 因此呢 我就會看到那個叫膽固醇的那個數值呢 就是會有改善了 明顯的改善了 當然和你吃的份量有關的 那和裡面的多糖體的那個成份的濃度也有關的 因為如果那個多糖體的濃度不是很高 那你產生的作用就少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都做過一些簡單測試的 如果我們吃了靈知一段的時間 其實都可以知道這個人的自由基可以減少了 那我們就在這裡做一點樣板給大家看 這些是一些日本發明的去檢查我們身體有多少自由基 那麼就拿一點點尿液呢 就有一個試劑呢 你滴一些尿液下去 你就可以一兩分鐘裡面 就顯示到你身體有多少自由基的 好了 如果你身體有很多自由基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紅色的 越深紅色就是你身體有很多自由基 那麼如果身體有這麼多自由基的時候呢 我們的膽固醇被氧化的機會就高了 如果你平時飲食有很多膽固醇 雖然那些膽固醇不一定吃了去 但是好東西被這些東西破壞了變成不好 那你就有機會血管硬化 跟著我所講的心血管 中風 心臟病 這些機會就提高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吃了靈知之後 我們的自由基少了 那麼我們呢 那些膽固醇被破壞 然後引致的心血管疾病的危機就減低了 OK 所以呢 如果我們吃了一些靈知之後呢 那個尿液的試劑呢 就會有改善的 那麼改善是怎麼改善呢 譬如原本這麼紅呢 那有些人又變淡一點了 粉紅色了 那就少一點了 那麼如果再好一點呢 那就又再淡一點了 那麼到我們身體非常perfect 非常健康的狀況的時候呢 那你就不用怕吃膽固醇了 一天吃五隻雞蛋 你都不用擔心了 因為你吃下去的膽固醇 都不會變壞的了 那麼這些好的膽固醇呢 就可以供應你 修補你的細胞 解決你身體的需要了 那麼這個就是最perfect 最好的狀況 那麼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有關靈知 即是怎樣去改變了這個膽固醇 那個狀況的這個題目 多謝各位 吳院長 經過你的解釋 我真的明白了很多 這個人體原來膽固醇 是一秒沒有都不行的 不過怎樣令到這個膽固醇 是做出來 是完全發揮它的功效呢 太多被養化又不行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因為這個靈知 在身體起了一個平衡的作用呢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它會不會因為被養化的機會少了 這個自由肌少了 它身體自己所產生的膽固醇 就不需要那麼多了 所以它的膽固醇 那個數字會掉了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道理呢 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身體它自己 如果是不足夠去用的時候 它會大量生產的 因為既然你不夠的 我要做多一點出來 對不對 好了 因為你有很多破壞了 不夠供應的細胞 叫救命的時候 就麻煩你做多一點 做多一點的過程裡面 又被養化 那你就又很差了 明白嗎 情況就會是這樣的 所以高膽固醇 有時呢 就是一個警號告訴你 就是細胞是可能很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它生產的量 就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那麼越不夠 它就要生產越多出來 這個呢 就是我們身體的叫做代償 就是在一種危機之下 它就會做一些事情 自己救自己的意思 明白明白 OK 那大家看到呢 這個其實是靈芝 來的 我最初接觸它的時候 以為是那個 歐痕那個叫做什麼 不求人 不求人 我最初是怎麼這麼奇怪的 不求人 原來不是 它是靈芝 來的 我聽靈芝大王說 這個靈芝 是叫做六角靈芝 因為它生得好像六角 而呢 我概念中的靈芝 應該就好像這個靈芝一樣 是有個孤的 那為什麼有些什麼不同呢 那這個靈芝 對比這個靈芝 哪一個是好些呢 那我就給Raymond 去跟大家解釋一下 OK 大家好 我叫Raymond 我首先講 很多靈芝 坊間認識的靈芝 就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是因為它的孤頂 這個孤頂來的 這個孤頂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來保護包子 生包子 坊間的人說 破壁包子 那包子從哪裡出來呢 原來是這個底廟 是噴出來的 是這樣伸出來的 包子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物質 很小 很輕的 噴出來的時候 會非常之痛 跌下來 所以很多時候 靈芝 普通靈芝的話 全部都在裡面 黃色的 這些東西是塵粒 這些不是塵粒 是包子 那包子最重要性 最好的是什麼呢 是包子油 包子油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麼小的東西 那包子是被保護的 是 例如大家知道了 雞蛋 雞蛋的殼 是保護什麼呢 是保護雞蛋黃 如果我們打爛雞蛋的殼 不去吃雞蛋黃 那個雞蛋會變成什麼呢 氧化 我們吃不到 好了 同樣的包子 都是刪出來的 就是說 它裡面有包子油 上天做的東西就是這樣的了 就是用一個殼 去保護著它 包子油 因為它很矜貴 那如果是 by proportion 跟它比這個雞蛋殼 去比呢 是包子殼 是比雞蛋殼還要厚 因為它要保護裡面的包子油 好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硬的東西來的 OK 所以一定要破壁才能吃 如果不破壁的話 你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吃下去 好了 那包子呢 就是一個傳統的種化 就說 將它飄移出來 大家知道 如果母親生了寶寶 母親的身體 是不是弱了 那可能就說 我要補了 我要坐月了 我要補回它 但是一般的靈芝 在山上種 在木頭種 它是不會再加到營養給它 是補不了的了 它只是說 它越來越弱的 所以現在坊間就說 我吃包子好 我不吃母蹄 因為它弱 它的成份低了 那這個呢 靈芝呢 2000多年前 都已經說 很好 鮮草 也在藥展中 是上藥中之上藥 為什麼呢 因為靈芝它會入五經 什麼叫五經呢 心肝皮肺腎 如果我們肝有問題的話 不是代表腎沒有問題 它是連貫的 如果我們的腎好 我們肝好 其他地方都會好 OK 一般的靈芝就是這樣的 好了 很多人問我 野生靈芝很好啊 我回答是 三百年前 二百年前 絕對是好 因為當時 那個空氣 沒有現在這樣 有霧霧 水質有問題 地有什麼呢 重金屬 是不是 所以 很多時候 你摘一包靈芝下來 反正很多人的藥 一般就是煲湯 我煲水喝 但是煲湯煲水喝 如果就這樣摘下來吃的話 大問題了 就是你吃了重金屬 吃了霧霧 這個問題就是 你身體就變差了 好了 這個就是一般坊間的種法 剛才梅山說 這棵都是靈芝 很多人問 嘩 好像什麼 紅珊瑚 是不是真的這麼像呢 有一個 國內一個 很比較是比得高望重的人 嘩 他又隨著真是像 我說如果是紅珊瑚 我就好好了 我的廠裡有很多這些 六角靈芝 好了 這個靈芝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 它不會釋放包子 這個是一個種植方法 但是 在民國的時候 日本人在中國 拿了很多的醫書 回去研究 研究靈芝 他聽說靈芝是很好的 他回去做研究 覺得這個靈芝是很好 非常好 但是 他釋放包子 和母體分開 不是最好 他們還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是一班的教授 在京東大學的教授 研究出來 他覺得這個種植方法 是會更加好 因為不會釋放包子 不釋放包子 不是代表沒有包子 包子在這裡 在裡面 在母體裡 如果我吃這個靈芝 我連包子吃 那個成份 是不是給你分開好呢 這樣 你們大家去想一下 我吃完的BB 和母親一起吃了它 還是我吃個BB 或者母親 分開來吃好呢 那大家 一定是 我連包子 連母體齊吃 這個種法 就是說 不是生種的 這個技術是 室內培植 室內培植的好處是什麼 所有的都會監控到 例如 那個叫做濕度 溫度 風速 為什麼要風速呢 其實現在我們在騙它 你不要生啊 你不要生個孤頂出來啊 你不要生包子啊 是在騙它 到一段的時間 我們就收割 收割下來 好了 那這支六角靈芝的種法 就是很特別 不可以見到光 不要見到陽光 一見陽光就說 喂 我生了 我生了 那不見陽光 一路騙它 好了 到收割了之後的話 這個種法 大家知道就是這樣 我們那個始創人 因為這個是日本技術來的 不是他 不是他的技術 他在99年 拿了這個靈芝回來 他用了6年的時間 去做一個研究 那6年後 2005年 就拿回一支六角靈芝 去日本做認證 那做什麼認證呢 其實很多人呢 我問很多人 我吃靈芝 靈芝好啊 怎麼好呢 什麼成分最好的呢 其實靈芝有150種成分 好的成分 150種 但是國際認可的 一種叫做 剛才吳教授說 叫做靈芝多糖 或者你上網看叫做 蒲聚糖 Beta-D-Glucan 這個呢 現在就 全世界都在說 哦 提高免疫力 現在的疫情呢 其實靈芝呢 靈芝多糖 是提高免疫力 是很重要的 這個成分 好了 那就是 當年他就 拿回一支靈芝 自己種植的靈芝 去日本 和日本的六角靈芝比較 那哪裏做比較呢 是日本的厚生省 即是香港的醫務衛生署 那當年 日本的靈芝多糖 是最高 是多少呢 是50.1 是非常高的 就是100個gram裡面 有50.1個gram 是靈芝多糖 其他有其他成分 那我們拿去做 哇 很特別了 做出來是56.1 那真是多了5.1% 那是不是 by proportion 的比較 不是多 但是這個技術 是日本人的 我們現在香港的人 比他更高 日本這個靈芝界 六角靈芝界 我覺得很清奇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 這個靈芝 六角靈芝 是要為營養的 那麼我們的始創人呢 他是一個科學家 他就用了 他們好的營養成份 給了靈芝 所以就高了他 但是我們的始創人呢 他在做了靈芝中間的時候 覺得 我做到最好的事情 但是 吸不吸收呢 如果不吸收 還要排出來 在身體裡面要排出來 好了 他在92年的時間 不是 在02年的時間 去日本 看到一個展覽 看到一個技術 叫做 納米技術 英文叫做 nano technology 他看著回來 他自己去想 哇 好啊 如果我把靈芝 做到 納米這麼小的 那就很吸收 好了 那他真的做了出來 就是做了出來 他就說 他用一個 那個技術師叫做 超音速射流 就把這個六個靈芝 提取了它 變成液體 放在設備裡面 液體放在設備裡面 超音速 大家知道 是比音速還要快的 那麼 一聲就噴出來 噴到哪裡呢 那些液體 在空間裡 空間裡有一塊膜 叫做 membrane 這個水一過了去 液體一過了去 它自然就會墜回 在空中墜回 就變成粉 那麼這塊膜的重要性就是說 是十萬目到三十萬目 那麼這個就是納米技術的尺度來的 是很小很小 那麼他所以說 但是為什麼要用這個技術呢 是因為不會破壞裡面靈芝的物質 很多坊間用這個納米技術呢 是用磨它的 大家清楚了 磨有熱力 那個熱力的話呢 就會損害裡面的物質 那麼用超音速射流 完全不會損害的 好了 那麼做出來的話 好了 那麼我們呢 這些粉狀 我們放在膠囊裡面 吃了下去 那個膠囊吃了體後 會溶的了 溶 那些粉狀 因為人體百分之八十是水來的 那些粉狀在水裡 在吞酒裡面 就溶解 所以就全溶解 就全吸收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如果我們吃下去不吸收的話呢 還要身體還要去排出來的話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來的 好了 那麼我們在同一時間 在2005年呢 我們就拿了靈芝大王 拿了靈芝大王獎 為什麼我得了這個獎呢 在香港 得了這個獎呢 是因為我們有兩個技術 一個就是種植技術 是拿到全世界最高的靈芝多糖的成分 第二個技術 就是一個納米技術 是一個 這個射流的技術 超音速射流 是全溶解 全吸收 所以我們的靈芝呢 是在坊間裡 人家說 靈芝大王 就是因為這兩個技術 好了 我又說回 我就吃了十年的靈芝 這個廠呢 其實公司就22年了 我在10年 是加入這間公司 然後做這個事業 我今年呢 就64 明年呢 有人提我了 哇 兩塊錢 要搭車給 可以有兩塊錢 其實呢 我心裡面呢 又開心 又覺得 不是有些人說我刺牙幾歲而已 有一點就不開心 好了 那其實呢 樣貌呢 是另一件事 其實呢 最重要的是身體 那我這間廠呢 就在大陸的 大陸 在深圳的公司 香港的公司 我就每天都會去大陸 在疫情之前 我每天的 每天來回 我最少是三個多小時 我回公司 來回 三幾至四小時 塞車呢 就五六小時 就算我去廣州的話呢 我都馬上來回 很多人就會說 哇 很累的 周居勞頓 是 是真是很累的 但是呢 這件事給我很好 我一上了車之後呢 我就自然會睡覺 我會休息的 就是他給我休息 我一睡醒之後 哎呀 到了啊 那我精神我就開會了 所以我每天這樣做的話 我都不覺得辛苦的 好了 在這個疫情的時候呢 我發現一件事 在四月的時候呢 有個朋友 他說 香港現在有個驗心臟 的儀器很好的 叫做Hotman 那儀器的設備呢 是美國太空重柱 NASA 當年呢 八九十年代 是跟太空人去做檢測心臟的 啊 那我朋友說 介紹我 我好啊 我也想試一下 看看情況怎麼樣 就是這樣 那我去了之後 真是很簡單 十五分鐘時間 就做了個個個個報告出來 還有 是沒有創傷的 是連八塊在那裡 十五分鐘出來 那心臟科的醫生 一看了之後 他很奇怪 啊 徐先生你六十四歲 我說是呀 你多不多運動啊 我說很少的 我家裡有兩隻狗 就跟狗走走走 那吃東西是不是很清的 吃得很健康 我說絕對不是 剛才吳俊翔說的 那些熱氣啊 那些不好的東西呢 我就很喜歡吃的 尤其是薯片 很喜歡吃 啊 他說你這樣做什麼東西 你吃過什麼東西啊 我說我吃保健品啊 什麼保健品啊 我吃靈芝 哦 怪不得 那他說 給我一個報告看 他說我做了千幾個人 他是你三名以內的 他說你的報告 跟我們的樣板出來的 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一件事 他說沒有可能 是你那個remark那裡 是一項都沒有事的 要是在一個範圍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在範圍裡面 沒有超越 他說這部設備的話 是給精英運動員去做的 好精英運動員 他說二十幾歲的話 他精英運動員 都有問題 都有一點點的問題 哇 你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我自己做靈智的 我自己吃我的靈智 吃我的靈智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是這個 對我的好處呢 他說如果你沒有運動 你吃東西是這麼點點的 那就應該是了 所以我怎麼去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 我現在這樣的年紀 我心臟是這麼好的話呢 我覺得 我希望將我們的靈知 希望分享給所有大眾 今天就很感謝梅先生 讓我上來講我們的靈知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我再補充一下 真是也感謝這個疫情 令到Raymond回不了大陸 所以導致了我們的傷息 而Raymond因為回不了大陸 所以導致了這個靈知 現在是由香港製造 香港生產 而這個靈知 為什麼我們要去隆重歧視 去覺得 真是我們要去做宣傳 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可以通過它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經常都說 生命無價 但是我覺得生命無價應該 健康價更高 如果你是很長命 是沒有健康的 其實 都沒有什麼必要這麼長命 而 又長命 身體健康 那你人生才會精彩 我希望這個六角靈知 可以帶給大家一個很健康的生活 那很多謝兩位 多謝